今天知识小学堂要来关注7月4号什么日子呢 这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也是美国的国庆日 那往年在这一天 其实美国都会办一些烟火秀 让大家一起来庆祝 不过今年川普却说 我要大肆的来举办一个阅兵大典 然后要秀出我的军事肌肉 所以就说在这一天 他会找来战车跟战机 那到底会亮出哪些军武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包括有B2轰炸机啦 F35逆宗战机 还有M1A2坦克 还有二战时期就有的这个薛曼战车 那算下来哦 这个成本至少要七八千万台币 所以第一时间其实美国国防部 不是很愿意也不是很高兴啊 说干嘛要这样子呢 因为美国拥有很多的先进军武 这全世界都知道啊 我们不需要去展现这种财大气粗的事情吧 好所以呢很多人觉得 没有必要花公筒去捧 这个川普他的一个面子 好那实际上也有人觉得说 你是不是跟中国学来的 因为中国过去也举办过多次的海上阅兵 或者是这个阅兵大典 那比方说今年的四月份 当时呢是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的日子 就在青岛附近的黄海 举办了一个海上阅兵仪式 那当时呢就有看到两栖登陆舰 核潜舰以及辽宁号的航母也都有秀出来 那这个到底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呢 有人解读啦 这应该是冲着台湾跟钓鱼台而来的 就是要展现他们的军武 那我们也带您来一一盘点 过去这些不同的国家军武 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阅兵大典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 比方说美国 美国确实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举办大型的阅兵典礼了 主要是从670年代开始 那时呢美国主张扩张主义 就把很多的美国大兵洒出去 所以呢每一次如果要办阅兵大典 要组织军力起来 其实是蛮困难的 因此呢就没有足够的兵力 那俄罗斯的话 你看看他们叫做战斗民族嘛 所以呢就名副其实 真的很爱举办阅兵大典 从二战以来哦 在红场就已经办了150场 更不用说其他地方 大大小小的军武不断 好印度也很特殊哦 印度的最大特色 就是他们的这个 兵力会用花式杂技来进行表演 然后呢还会售票哦 民众必须要买票去观看 不同的位置票价还不同 至于中国 中国则是号称方队的 这个规模最大 然后呢他们其实在50周年 60周年都举办一个 大型的阅兵仪式 今年是建制70年 所以呢可以期待一下 今年10月份哦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 非常大规模的阅兵 好那我们看看北韩 北韩呢是极权国家嘛 这威权象征就是要踢正步 所以女兵呢也会踢正步哦 这是他们特殊的风景 那接下来就来看看 美国川普是不是真的要在 7月4号这一天来进行军武 展现他的财大气粗 被人家骂老毛病又犯了 坦克连夜抵达华府 不是为了备战捍卫美国梦 而是要实现川普的阅兵梦 烟火应川普要求 还要加入阅兵大典 林肯纪念馆将出现多辆坦克 还包括空军一号 B2轰炸机F35战机 川普打破传统 声称要向美国致敬 但外界批评 根本是川普财大气粗的 老毛病又犯了 遭点名出席的战机 得从加州 肯塔基州 和佛州调度 邮费相当惊人 还有川普演讲用的防弹帷幕 也要2.4万美元 华山南邮报更踢爆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被挪用250万美元 将近7800万台币 让川普圆梦 民政痛批 川普为了选举作秀 川普拒运气球 已经获得批准 现身呛本尊 川普想借阅兵大秀肌肉 却看到美国舆论分歧 再度加深 下地新闻上的报道